啊 张博士 你瞧吗 省上那开阀的那个 秃铃九号 让你骨头哪儿起来 说 东西在哪儿呢 秃铃九号只是一个 可以模仿我去世老婆声音的 只能模拟玩具 用来陪伴我俩孩子的 扁 一句扁 我最爱听你讲故事的 东西标准 张博士 价钱多少都可以探 秃铃九号我一定要拿到 伊特尼亚来 别跟我搞坏样 张博士 你听过 魏文猴的故事 在春秋战国时代 魏国的老大叫魏文猴 这个魏文猴呢 他是非常讲诚信的 不论跟老人孩子还是管院 又一天咧 还在这个小树林里边 跟这个砍林子的约定 我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长呀 老板有点长 那我再换一个故事 那我再换一个故事 我给你讲一个 农夫与蛇的故事 老板 老板 那咱们是农夫啊 还是蛇呀 废话 当然是农夫的 你找 老板 老板 图图图灵九号的程序 找到了 那也毁掉了 能回复吗 可可可 可以 回复不了了 不过 我我我 你你你你什么 我们找到了一个 这个录像你看看 王大 看看你这 看看笛子 无论花多少钱 我都要找到他 老板 老板 这活我能干 哼 我相信你 来 帮我去 老大 我们 能行吗 你刚从农村出来 没见过啥事呢 你大哥 我 人称外号 胡太郎 你 冷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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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家 张翔就发这一个快递 你干啥呀 上 我操你这人不但嘴卡 你这脑袋也卡呀 我们的行动宗旨是什么 有智慧有胆量 稳踪求生 你别成天标道 也就你这种傻子只会想到入室道歉 那你说该到吧 等明天再帮孩子上学了 咱们两个偷摸的进去 找到那个什么狗屁凶猫 揍人神不知鬼不觉 那不还是路实盗窃吗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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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了 你听我说啊 一会儿我翻墙进去 你负责把风 电 电什么电 一会儿我进去 有情况你给我催口上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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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熊 你说我说 电这熊猫 老爸 给我一次机会 一定要保持连胜 不能输 输 怎么可能 站住 小岚姐姐她偷你东西 我这只熊猫 把东西吊出来 傻开 不 老爸 我 我簸饶好像断了 以合 更傻傻不是 那你说该咋办呢 我只要十秒喊进院计 二十秒撬开大门 三十秒进入别墅 四十秒找到狗屁熊猫 五十秒撤离 打工 报成 那我呢 你 你负责见证我的成功 嗯 老大 你咋成猴猪了呢 妈 妈 种什么不好 种一屋仙人掌 我们进入下一栋练习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你们来 嘿嘿嘿 嗯 电子凶毛 加湿器 漂亮啊 买家 三天之后交易 到时候我咋说呀 眼气干燥 容易薄屁 买个加湿器呗 是 是先生 我在插句嘴啊 根据现在这个房间内的温度 湿度 还有这个球的距离 还有这个高度 我建议你使用三号铁 老板 老板 那么我要太猛了 三米六大哥哥我俩大屁了 要不然我回事回功 根本就回不来 老板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两天之后 我要是见不着电子兄弟 你们俩的瞎上啊 就跟他一样 哎 白总 白总啊 白总啊 好 了 好 感谢观看